为支持创纪录美债的削减计划 以及试图在11月大选前提高美国总统拜登的民调支持率 拜登政府拟对亿万富翁和美国企业实施全面增税 其中包括将最低企业税从15%提高至21% 以及对亿万富翁征收25%的最低税率 目标是在未来10年将美国创纪录的国债削减3万亿美元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 2023年底美国的债务总额已达26.2万亿美元 到2034年底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2024年底的99%升至116% 这将是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拜登提出提高最低公司税的建议之际 58%的受访选民表示 大企业正利用高通胀提高价格 根据职业介绍公司Challenger Great Christmas 3月7日发布的数据 美国2月份的公告裁员人数达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大型公司2月份的计划裁员总数为84,638人 比1月份环比增长3% 比去年同期增长9% 其中科技和金融公司位居前列 科技公司今年的裁员人数为28,218人 尽管这一数字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5% 但仍位居各行业前茅 与2023年前两个月相比 金融公司今年迄今的公告裁员人数增加了56% 其他计划大幅裁员的行业包括工业品制造业 同比增长1754%,能源同比增长1059%和教育 同比增长944% 但公告裁员人数并没有反映在每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上 这表明失业是短暂的 失业工人能够迅速找到新的职位 近日,联合航空一架波音737-900客机起飞后不久 引擎竟喷出熊熊烈焰 导致该班机紧急返航迫降 而骇人的一幕全被乘客近距离拍了下来 这架编号1118的班机原是从德州乔治布西州级机场起飞 前往佛罗里达州迈尔兹堡 整趟航程大约两个小时 不料飞机起飞后约15分钟 其中一个引擎突然起火 这架班机随即返回原先起飞的机场 幸运的是,机上所有人员全都平安无事 顺利下机并安排新的航班 让旅客能前往目的地 3月7日,支付宝表示 已完成提升和优化外国人交易限额 单比交易限额从1000美元最高提到5000美元 年度交易限额从1万美元最高提高到5万美元 另外多语言翻译 境外钱包乘车马、易马通等新服务将陆续上线 助力入境人士在中国有更好的商旅体验 通过蚂蚁集团旗下的Alapay加跨境数字支付和营销解决方案 也支持包括Alapay HK、Neverpay等10个境外钱包用户入境后直接扫码付款 财富通方面也在房卡支付、充值支付进行了简化 微信外卡支付的单笔交易限额 年交易限额也已在人民银行 外汇局指导下完成额度提升